终于要到这个时刻了 要到我们分别的时刻 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那个 跟了我们一路穿越非洲来的兄弟 给他送回家 已经一年半多 从摩洛哥 毛利坦尼亚开始 一直到后来的 津巴布韦 到现在的南非 一路跟着我们 征仗了这么长时间 四万多公里 别把我们抛弃 除了爆胎和炸胎以外 几乎没什么太大问题 也算是保护了我们的生命安全 今天就把你送回去 一路平安 走 我下去去看看 我们现在在检测场 这个南非他们托运是非常的正确 先来路线 先要检测场检测 刚才问完了以后 检测完了以后 那边还要做安全检查 汽车安全性检查 和我们之间在那个中非托运 是完全不一样 中非托运什么也不要 直接就money money 然后ok了 直接就上船了 直接当天就锁门了 今天聚集是一个什么流程 在南非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南非他们托运的流程到底什么 轻轻房 刚才那个检测完了 那儿没法拍 然后进展完了以后 我们就推到这儿来了 果然旁边有个装线 装线的那种集装箱看到了吗 哇塞 没准今天运气啊 直接就装箱了 看吧 我还很兴奋啊 因为上次在西非到中非的那个地方 我们托运用了20天 20天 当时到最后一步检测的时候 就特别的突兀 其实很奇怪的就送上去了 然后就没检查 结果 这个这个集装箱的封好都运到船上了 刚才没检查 没检查 就给拉一拉 所以我希望这个 今天不要出其他问题 迅速尽快安全的 把我们的战友送回国 来了两个兄娘 帮我们的茶叶说 他们需要查一下这个 车上的伤痕 这上在西非 拖运的时候 它捆着 我觉得在这儿肯定不会有这么暴力的事情 它上次用木头各方面 真的直接把车底捆起 这些车底捆起 只要注意 这些车 这些车 通过了整个澳大利亚 整个澳大利亚 对 他们必须看到你已经在哪里 这是历史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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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送他回国的最后一程 相当于送上飞机了 看看我们的玻璃啊 我们这玻璃一共有碎了三块 都是小远点 看 被击中了 被击了一个小姑娘 别的点其实都还好 主要是前挡风玻璃碎的会比较严重的 还有三点 这个我估计回国就要整个澳大利亚 这还有一点啊 他们看着可真够仔细的啊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这个是在刚比亚的时候啊 当时我们被三十多个人围着 有一个人上去踩 有一个人在这趴着 他在这上面剁了前击一盖 这都是他留下的伤痕 我们看看他身上的这个伤痕 把这个字啊 你看都给划了 但是车漆反而倒没事 这个都是在塞拉利亚 我们去寻找雪钻的时候 两边的那个茂密的丛林 有很多的荆棘 就不断地在划这车 抓抓抓就划 但是你看 都这个字都划成那样了 他的皮肤反而还挺好 还可以 你当时不是说了吗 没点伤怎么能叫英雄呢 没错没错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杰西啊 感谢感谢 我觉得是荣幸啊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杰西啊 他帮我们去搞定的这个托运 要不然我们要会 走非常远的路去德班 之前我们找了一个 当地代理 但是无论从时长 还是从这个准确度来讲 都差点意思 最后JC帮我们解决了 我们在开普顿能打车拖回国 我觉得非常好 那个一定要保护好他 已经有500天 在路上 超过500天 现在是您的 现在是您的 您可以保护它 是的 因为它是一个英雄 它是一个英雄 是的 它是一个英雄 遇到太多危险的地方 你享受它吗 是的 我享受它 我享受我的生命 你獨自 是的 是的 你獨自 我享受了一个小胜利 一个小休息 然后指示我们旅程的一个开始 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 很期待 兄弟们啊 我们最后临走的时候带回去 这是运动的 这些电池 是 它是一样的 这些电池 谢谢 这些电池 就差不多 里面 没有电池 没有电池 对 没有电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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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灭火气 不过对 他们要求她 对 我试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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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为了他们自己承担 这个不要? 不,我不用这个 他给你一个车 我用这个车 他喜欢这个车 谢谢你 给他一个小礼物 让他好好照顾我们的车 这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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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你试试 所以你不需要安全 不需要 要试一下 自动的啊 快 好 好 好 哈哈哈 我们这车非常的安全啊 兄弟们啊 不带安全带走不了 所以必须让他们习惯带 他们非洲有很多人开车都不带啊 OK 别担心啊 兄弟们,一会儿我们还能见到我们的车 因为一会儿海关还来 我们的货柜还在路上 还先进去 保证刚才他检查的这个车 里头我们不再放东西 现在他们现在存储了 完了一会儿我们还过来 小别上新婚 一会儿还能见到我们的小车 我们的货柜到了啊 你看我们的货柜的名字啊 不能看太仔细吧 还是JC找的人太靠谱了 特别迅速啊 据说今天夜里我们的车就直接就上船了 就直接就上船了 哇塞 太牛 朋友在各汤上一天了 为了安全的 穿上背心啊 OK Thank you 哇塞 这几个人家中地啊 竟然带我们过来 哇塞 太牛了吧 对 刚才发生了点小插卷啊 我们去拿我们的那个 ATA吧 海关 海关 我们直接 直接遇到海关了 对 他带点茶 拿这张四条 你看人家装过 啊 这边 在大江 OK OK 好大 OK 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啊 都允许到那边 南非看不见那货舱 哇塞 我们也是第一次走进人家货舱 我不是第一次 但是 南非我这个 哦 我们的箱子来了 我的车就在这 呀呀 车就在这里 直接对应的箱子 这个也停了啊 嗯 哦 看看啊 这是我们的边上 一起进入味道 别人调包啊 恩外 他刚刚就问我 飞东好不好 行不行飞东 我特别棒 像传奇一般 他要拍个照啊 和温大哥是非常的认真 而且他还很好说话 刚才继续跟他说我们拍一下 都说你们自己拍 你们自己可以的 你看 他都让我们拍了 太厉害了 嗯 哦 我们一路从欧洲过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 真的我就送他回国了 穿越非洲 在很多人眼中 是困难重重的一段磨练心性的旅程 但在我们的心里 它也是一段又甜又咸 五味杂陈难得的回忆 在北非 这是我们第一次单车穿越沙漠 开到两腿发软 心脏狂跳 紧张刺激的背后 更多是战胜困难之后的喜悦 在西非 当我们面对道路的不堪 环境的恶劣 和人为阻挠的综合困难后 才知道 穿越非洲 远不是只要驾驶技术 汽车够硬 就能完成 虽然说 观观难过 观观过 身在其中 苦不堪言 但却也让我们的意志变得无比坚强 更加丰富了自己的阅历 从几内亚 塞拉利昂 利比里亚 到科德迪瓦 这一路 我们在语言不通 没有翻译的情况下 单靠自己 穿越了热带雨林 寻找到了雪钻的拍摄机 穿沼泽 过渡河 挑战自我极限 成为了我们回忆中 最勇敢的一段经历 埃塞俄比亚 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国家 这是唯一把我关进了小黑屋的国家 也是扣车时间 长达49天的国家 但却让我们有了机会 登上非洲的尔塔 阿雷火火山 让我们去造访了与世隔绝的原始目录 其实有时候 事情都是两面子 在恶劣的环境中 一瓶饮料 一张笑脸 可能就让我们高兴半天 但在都市的生活中 即便是餐餐的大鱼大肉 有时也会让我们觉得身心疲惫 找不到一点幸福感 在非洲这两年 我们看到了人类奇迹般的才能 见证了最真实的生活 看到了孩子们的愿景 也看到了神奇的动物世界 它的美丽 自然 淳朴和文化 都深深的烙印在了我们心里 可能穿越非洲一生只有一次 但这一次 我们将回忆一生 去的忙 在海上要很久 所以 一定要保留每个安全 完了 我现在先要把这个 我把这个电源和我们的油桶 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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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把电源给断了 可以了 还要把你封里面了 把针出来了 看来还是得减肥 兄弟们 胖一点就不去了 兄弟们 最近还是封了很大 你们看看 他们每一个都把这个骨肉给 限制死了 动都不能动 前后不能动 左右也不能动 看看 看这个左拉右拉 前挡后挡 我们就希望啊 这个安全 兄弟们啊 我们的钥匙绑这儿了 OK 我们马上就要跟汽车说再见了 Everything is OK OK No Problem 这回真的要给他送走了啊 我觉得我们运气爆棚 真的人家在这边混的货 两三个月运不走 因为大风 结果我们刚一过来 我们就找到关系 然后马上 今天装车 晚上就运走 你说这什么运气 我猜你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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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